看一下王牌例题3 说如图所示 图中有一个圆 这个圆的直径 AB是4厘米 我们可以标注一下 这个地方是4厘米 好 然后还有一个平行四边形 ABCD 我们看一下 ABCD 这个四边形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别人还告诉了我们 它的面积是7平方厘米 还有一个角度的条件 ABC是30度 然后求阴影部分的面积 我们先观察一下这个阴影部分 这个阴影部分呢 显然就不规则 对吧 对于不规则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有很多方法 可以把它割 可以把它补 还可以重新组合 对吧 那题目正好给了我们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想要求这个阴影部分啊 我发现不好求 因为不太规则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办 是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看看它剩下的空白面积好不好求吧 那空白面积呢 相对而言稍微好一点点 因为这段弧啊 至少正过来看 它是圆的一段弧 对吧 但这个圆的一段弧 我们最好求的面积 是不是跟圆星连的扇形面积啊 那这个点连过去 这是没有公式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试着连接一下圆星 看一下 哎 连接圆星之后呢 这块是不是就是我们 非常好求的扇形面积啊 所以我们只要知道半径 哎 半径我知道 因为直径是四 所以半径就是二吧 好 那还得知道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所对应的角 因为得知道这个角 才得知道这个扇形占整个圆的几分之几 对不对 那这个角究竟是多少呢 哎 题目给了一个角的条件 就是这个角呢 是三十度吧 它是三十度 因为半径是处处相等的 圆的半径相等吧 所以相当于这个三角形 是不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那它是三十度 那这个角呢 是不是也是三十度 它是三十度 它是三十度 那这个大角 顶角 我是不是可以算出来 因为三角形的内角 合的度数是 哎 很好 一百八十度 对吧 那一百八 减三十 再减一个三十 就应该是一百二十度 对吧 所以大角一百二 那么这个角 是不是就可以求出来了 因为整个是一个平角一百八 那一百八减去一百二 所以这个角应该是六十度 哎 既然是六十度 那就说明 这个扇形 就应该是整个圆的 六分之一 六 三百六十分之六 对吧 所以这个扇形面积 哎 我会啊 好 没完 还有这个三角形面积 你会不会 如果它也会的话 那整个题 我们是不是就搞定了 我们只要用七 也就是平行四面形的面积 减去它 再减去它就可以了 那三角形面积 一般要求的话 我是不是得用底乘以高 除以二啊 这个三角形的底 我是知道了 是不是二啊 但是高呢 在外部 它是一个顿角三角形 不太好求 哎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这个三角形啊 其实和平行四边形 它是有关系的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是七 没问题吧 那如果我连接一下 A C 那其实相当于就是 把平行四边形给 砍成了两半 对不对 那所以A C B的面积 是不是就应该是 七除以二啊 对吧 一半嘛 好 那这个三角形呢 C 我们假设这个原型是O 那C O B这个面积 是不是恰好是 C A B的一半啊 因为O是终点 哦 所以这个三角形面积呢 就应该是 七的一半的一半 哦 所以是不是就出来了 哦 所以我们就可以求出 它和它 最后再用七减去 就搞定了 好 我们来写一下 假如这一块呢 是面积一 这一块呢 是面积二 我们分别来算一下 第一个 面积一 S1等于什么呢 等于 这个 对吧 是一个扇形 它应该等于 六分之一 因为它的这个角的度数 这个叫圆心角 它的度数是六十度 是三百六十分之六十 六分之一乘以π 再乘以R的平方 R是二嘛 所以R的平方应该是四 好 算出来就应该得动了 等于三分之二 乘以π π呢 我们约等于三点一四 这个我们约等于符号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它的面积了 我们来算一下 它应该等于 二乘三点一四呢 就应该是六点二八 再除以一个三 你会发现出不进 对吧 但还好 因为题目让我们 最后保留两位小数 所以呢 我们保留两位 但是因为后面还要参与计算 所以你最好 最好呢 可以多保留一位 好 那它约等于几呢 我们来算一下 等于二点零三九二十七 对吧 然后后面再来个几呢 有个十 所以可以来个三 等会我们最后 再保留两位就可以了 好 这是第一块 扇形的面积 那还有第二块 第二块呢 是三角形 的面积 对吧 这个上线我们刚刚推导过 它应该是整个平行四边形面积的四分之一吧 除以二 然后再除以二 就等于它 所以应该是七除以二 再除以二 好 我就写在这儿 写在这边 那它等于几呢 那就应该是三点五 再除以二吧 那就应该是一点七五 好了 第一个面积搞定 第二个面积也搞定 最后让我求阴影部分 那不就是作差的问题了吗 对吧 所以我们讲成阴影部分 就是S1 好不好 阴影部分 那就应该等于什么呢 等于七 哎 减去 1.75 再减去 2.093 哎 算一下就可以了 七减去 1.75呢 等于 5.25 再减去 2.093 最后注意 我们约等于 因为保留两位小数嘛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是3.16 是不是可以了 最后四捨五入嘛 最后还是3.16啊 好 最后不要忘了带单位 单位应该是平方厘米 哎 这题就搞定了 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道 举一反三的问题啊 说如图所示 求一部分的面积啊 这题非常的简洁 对吧 什么条件都没有给 但是呢 在图中标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一部分呢 是这样一块面积 这块面积呢 是一块扇形的一部分 对吧 它是扇形的一部分 但是呢 这块面积呢 你要直接求 它又是没有公式的 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想想 能不能把它补一下 割一下 或者重新组合一下 对于这种带弧的面积问题 最好的方式 都是和原心相连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和原心相连的话 那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就可以变成 一个扇形 就是它 对吧 然后怎么办 是不是减去一个 白色的三角形 是不是就搞定了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你会不会求扇形面积 会不会求白色三角形 如果都会求 那做个差 就是因因不分了吧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扇形 扇形想要求面积呢 我们得知道半径 还得知道它所对应的这个角度 才能知道它是整个圆的几分之几 对吧 半径我们可以看出来 因为直径是12 所以半径就是几 就是6 好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角度 那这个角度也不难 因为题目中还给了一个30度的小角 它是30度 那么这个角是不是也应该是30度啊 因为圆的半径是相等的嘛 这俩都是6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好 那它是30度的话 那说明这个角是不是也可以算出来 30度 30度 最后一个角应该是120度吧 120度 所以这个扇形是整个圆的几分之几 是不是360分之120 也就是三分之一吧 所以三分之一 有了半径 有了这个角度 有了知道它的比例 我是不是可以求了 好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三角形怎么求 如果也会求 我们做差就可以了 怎么求呢 这个三角形我们知道 如果把它作为底的话 底是不是就是6啊 那高是哪 哎 顿角三角形 高是不是在形外 三角形的外面 这个点呢 向底边做个垂线 所以它就是高 哎 高给了 5.2 所以问题又解决了 接下来就变成什么 计算问题了 好 我们来写一下 S阴影部分 我们算一下 首先呢 用这个大的扇形 扇形面积怎么算 120度的角 所以应该是三分之一 乘以π 再乘以r r是6 所以就是6的平方 好 但是呢 我们要减去 空白三角形 空白三角形呢 是用底 也就是6 不要忘了 先乘二分之一吧 二分之一乘以6 再乘以高 5.2 是不是就搞定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算一下 三分之一π 乘以6的平方 6的平方是36 36除以3 就应该是减 36除以3 就应该是12 对吧 所以12 π呢 我们把它约等于3.14 那这个地方就用约等于了 好 下面呢 这个就应该是 二分之一乘以6 那就是3 3再乘以一个5.2 好 我们接着算 12乘以3.14呢 我们可以给它算一下 就是 其实就应该是31.4 对吧 再加上一个6.28 我把12猜成了10和2 没问题吧 好 减去3乘以5.2 直接就写吧 15.6 好 这个算一下 应该是37.68 对吧 减去15.6 所以最后答案应该是22.08 没问题吧 最后的结果 代单位应该是平方厘米 就搞定了 所以所有最后一部分 只要不好求 我们都可以采用割补的思想 好 总结一下 以上我们刚刚讨论的一些问题 你会发现 只要求一些没有办法直接计算的组合图形面积 对吧 我们都可以怎么办呢 可以合理的组合 还有拆分 包括转移 都是可以思考的方法 好 我们来看一下王牌例题4 说如图甲所示 两个圆呢 半径都是1厘米 给了两个圆 对吧 这里半径1厘米 这里半径也是1厘米 且图中两个阴影部分的面积是相等的 这句话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们来读一下 说两个阴影部分面积相等 那图中是不是正好两个阴影部分 一个是上面这块 一个呢是下面这块 它的意思是这俩是相等的吧 这个条件怎么用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最后让我们求长方形的面积 长方形就是这个长方形 对吧 想求长方形的面积 一般来说我们是不是知道长 知道宽 乘起来就OK了 那这道题我们知道什么呢 知道长吗 好像也不知道 对吧 因为长的话其实有重叠的一部分 你不能说是两个半径的和 那你知道宽吗 宽好像是可以的 因为宽呢正好是一个半径 所以宽是一 但是我不知道长 我还是没办法求面积 对吧 这两个是完全一样的圆 那完全一样的圆叠在一块 那是不是可以说明 比如说这两个是一样的 空白部分肯定一样 对吧 其他好像没办法说什么了 还有条件 就是没法用 哪一个呢 一一部分面积相等 那么想想 既然一一部分面积相等 那不是说明这个就应该等于这个吗 也就是X等于X吧 刚刚我们分析过圈是等于圈的 因为两个完全一样的圆形叠在一块 空白部分肯定一样 那它等于它 它又等于它 那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想一想 开动你的小脑筋 有什么关系 它等于它 它等于它 那我重新搭配一下 我让上面这个一一部分和这个空白配合一下 那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图形 对吧 这个图形是什么 我其实也不知道 好再来看 那这个一部分和这个空白面积合起来 是不是也应该是面积的一半 因为它等于它嘛 X等于X 那圈等于圈 那X加圈是不是应该等于X加圈呢 那就意味着这个面积 这个不规则的面积 正好等于这个面积 那也就是说 这两个面积都是长方形面积的一半 对吗 这个面积不好求 对吧 不太规则 但是这个面积好求 这个面积不就是什么 一个圆的四分之一吗 正好是一个扇形 对吧 所以要求长方形的面积 我不如先求长方形面积的一半 所以我们来求一下它 它太好求了 对吧 S应该等于四分之一 乘以π 再乘以R的平方 R的平方 R不是一吗 所以就是1的平方 还是1 好 那么把π呢 换成3.14 那就4乘以3.14 再乘一个1 1的平方 还是1嘛 所以应该等于几呢 应该等于0.7 对吧 然后8 5 好 这是面积 是平方 厘米 好 这是四分之一圆 也就是长方形面积的一半吧 那我要求整个长方形的面积 是不是就好办了 所以呢 我们直接怎么办 总的长方形 我就写个长啊 那就应该等于 这应该是1s 对吧 1s2 长方形的面积 所以长方形的面积 就应该等于什么呢 0.785 再乘以一个2 就搞定了吧 所以应该是几 应该是1.57 1.57 单位平方 厘米 就搞定了 那么来重新分析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给的条件非常的诡异 对吧 没有给我长 没有给我宽 虽然宽的我分析出来了 但它给的条件是 两个阴影部分面积相等 那结合两个相同的圆 我们分析出两个空白面积也相等 那两两相等 我最后配合一下 就形成了这个面积 是等于这个面积 等于总面积的一半 那既然分开求不好求 我就求面积的一半呗 那面积的一半恰好有一块 正好是一个四分之一圆 那我就利用这个 把长方形面积的一半求出来 最后呢 乘一个2 就得到了长方形的面积了 对吧 对吧 我没有继续